这一集出瓦了就是因为熔炉骑士 这边有一个风暴山丘的封印监牢 我们要过去一下 我给熔炉骑士卡了蛮长的时间 我们的等级不高 但是我们手头的这把剑是加8的 没有从商店买 就是我前面上一集打副本拿来的东西 把这把武器强化到了加8 我们使用防守反击对它进行进攻 三次连续的防守反击 可以把它打出硬直进行处决 但是如果壳的时间太长 它就没有办法出这个硬直 必须这一下才出硬直 大家看到我手头拿的是一把黄铜盾 上上了和乌龟壳一模一样的战技 差点被你劈死 这样打完了第二波赶快让开 喝血 然后把黄铜盾的战技给它上上 这种方法 也需要掌握攻击节奏 但是我个人感觉比弹反简单 我弹不好 没什么原因 有多少观众也是弹不好的 我不能他一砍我 我马上就还手 停一下 还手 好 第三下可以去平刀 前两下不要去平刀 因为它可能是接下来一招 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打出硬直 会中上那一刀 我现在手头的这个盾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的这个绿条 它基本上打到我上面 是不怎么伤血的 你看就打我这么一点点 如果说我的技能战技没了的情况下 它一刀上来 我一半的绿条就没了 开心开心 我打它打开 前前后后准备有五六个小时 那我们就要准备一下 我们这一身装备 打它的装备是如何来的 就是手头的这一把盾 它掉的这个东西不是我用的 我信仰只有9 而它需要27的信仰 叫祷告 我也不知道干嘛的 观众可以补充一下 这个盾有个很重要的数据 就是防御强度56 乌龟壳是48 数值越高 消耗耐力也就是绿条越少 我们从本集开始的火堆出发 风暴山丘的破屋 这边呢会固定来四个人 其中两个人手上 就是我们手头拿的黄铜盾 而这个片段就是我刷的黄铜盾 我只刷了四次就刷到了 刷装备也是RPG的重要一环 也是魂类游戏的重要一环 我们来看一下 我知道你开心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跟乌龟壳的区别 一个48 一个56 但是单单有这一个黄铜盾 还不够 我们来到了亚潭高原上面 进黄金屋的山丘这个地方 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护符 使用这个护符配合黄铜盾 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防御效果 这边有一个兵营 兵 这个地方就是护符 我们拿这个护符的时候 尽量不要触发战斗 大盾护符 这个东西比较厉害 真的就比较厉害了 然后这边呢 还有另外一辆车子 从车子上下来 直接打开 开箱子的时候是无敌的 拿起以后 有一个山腰黄金剑 这是一把双手的高端杆子剑 也是实际上就是给我这个职业用的 力量型的 接下来来到摩恩城的城墙前方 就是我们拿大乌龟壳的地方 我们在这边休息到晚上 只要休息到晚上 它就会从一个地方出来 会从那个口子出来 它呢 打起来有一定难度 我的武器不错 加八的大剑 它就算是普通锻造石造出来的剑 它的攻击力还不错 所以说你能不能打得过它 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是为什么要这么提前来 跟它这些人打起来有点吃力的人干呢 就是我要去 就是要把熔炉骑士给干掉 虽然它的东西我不要 但是我就是跟它卯上了 这也就是 死类游戏的魅力 我个人感觉 它是要比大树守卫要厉害的 而且跟它打 大家看到吗 我没有办法把狗给招出来 就算防御反击跟它打 打它我没有过多的去破解它的招式 就是寻找机会去忙它 它的招式和大树守卫不一样 就是大树守卫的盾在左边 它没有盾 但是如果我绕到它的左边去攻击它的情况下 它会 手上的这把武器会坏手 而它手上的这个东西 我们只要打掉它以后 可以拿到和大乌灰壳一模一样的战灰 我们可以附在任何的盾上面 此外可以获得它手上的这个 叫连加 它的血不多 但是真的很厚 那个防御很高 我砍不动它 一刀只能砍它100多个血 而且它不怎么出硬直 也就是说它的体力槽 或者说是架势槽 会比较长一些 或者说是身不见底 我很难把它打晕掉 你看一直在劈它 它一直不晕 我们跟它打的时候有两种 会形成一种情况 就是把它把马给砍死 但是这个敌人会把马给招出来 总算给它砍下来了 但是 去个力打一下 它差一下 好的搞定了 而紫石可以获得 我们在黄铜盾上面的战灰 铁壁盾防 也就是跟乌龟壁一模一样 和黑夜骑士的链家 我们坐下来之后 在战灰里面选择到黄铜盾 再把这个战灰附上去 第二个就是铁壁盾防 我建议到那个地方 把那个骑士的所有的战绩 全部买下来 好了 这个时候 我们换上黄铜盾 它就已经有这个一样的战绩了 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属性 黄铜盾在前期是一个特别好的 全物理防御的盾 然后我们看一下护斧 可以提升防御强度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以刚刚我的打法 去打如如其事 没法打 我们顺手 再去把大树守卫 给它gans 如果找狗出来 找野狗出来 打它是很好打的 我现在手头的这把武器 就是在地图左下角 买到的那把扩剑 没有升过级 白板 我没有使用那把大剑 一大剑出招收招 实在太慢 扩剑虽然比较的 攻击力很弱 但是 它收剑很快 我没有招狗 就是想不想 就是已经是 对吧 有比较好的盾了 我们就不用那么好的武器了 跟它呱呱杀 我原本想打个无伤 打了 大概有20把 我说我不但疼了 我好好做视频了 我本身就不是以技术建长的 我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呢 蓄力 因为它没有办法处决 所以它 出硬直的时候 不是硬直 出僵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用蓄力攻击它 现在它砸我们 已经砸不动了 你看 打我一下 伤一丝盾防 但是我们现在 攻击它 需要消耗体力 所以需要注意的 一 我们要让我们的盾牌上 是有战技的 二 我们不能瘫刀 这个思路是什么呢 当遇到游戏里面 遇到困难了 有两种解决方案 一 你去跟他破招 破他的招 把他的招式全破了 那你就过了 对吧 第二种方案 就是我采取的方案 我去想办法用装备 解决问题 因为你破了这一个 敌人的招以后 你碰到其他的强敌的时候 你要重新碰 但是我这样去操作一下 这是我原创研究的 这个这套东西 之后 你下一次遇到同类型的怪 你可能会比较事半功倍一些 这是我的破关的思路 可能跟原版的魂类里面 不大一样 但也是一个其中一种 最后了 差点被他弄死 我们现在没有战技了 大家看左上角 待会我会开战技 这个地方就是显示 我们有没有战技 以及我们中了什么状态 武器不强啊 白板啊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战技 所以说那我们就 把它给弄弄好 就网上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总结出了这套打法 对于不擅长弹反的玩家来说 可能会有点用 我个人感觉 黑魂的弹反 他不像只狼 只狼是快打到我们的时候 他这个需要提前亮 哎呀我来个去 别转来都吃了两下血来 然后获得了黄金戟 黄金戟呢不是特别好用 尽码现阶段我们不是好用 我这个职业在前期经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装备穿到身上以后就特别皱 翻又翻不动 这个用那个 然后就在那边一丝一丝的切着边再走 所以我在这里直接把耐力往上升一升 角色是可以洗点的 只不过洗点的需要道具 我在这边直接加了两点的耐力 这样哪怕戴上头盔 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把这些装备啊 穿在身上了 否则这个也不能穿 那个也不能穿 而且强迫症的想穿一套 有多少观众是和我们啊 我们是一样的 然后装备的是大剑 这段节目是在我打熔炉骑士之前录制的 这把大剑呢还没有把它加巴 然后我们打开地图 我们现在的所在地 学院门前镇 那一套衣服呢很好看 但是好像不是我这个职业穿的 应该是法师穿的 按照我这样的一个坐标点 定位我是很熟了 就是每一个点我都特别的确定 好了跟着这五个点前往目标 我在前进的时候 右摇杆尽量不晃来晃去 因为有时候快进的时候啊 我可能就哗嚓一下就过去了 然后对于看视频的观众来说 实际上是丢针的 你不知道我转了多少 转了多少方向 特别是快进比较多的情况下 在我的流程里面呢 我们就节奏相对比较慢一点 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我们曾经过来拿过黄金树的地方 我们先要上去 上去的第一件事 是开点 先把一个点给打开 好了 我们到了这儿 上面呢是有士兵的 这些士兵我现在就能打得过 但是我想提高一点效率 现阶段不影响剧情的情况下 我不知道以后这里面有没有准备剧情 如果有的话到时候我再一路杀进去 我们先往上走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群 我估计后面是要来的 弹幕可能已经完整说 这边直接跳上来 就是我们上坡结束了 就直接往右边这边过来 会比较好一些 东西不拿 我是怕有好东西 我下次想介绍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我会单独从一个点跑过来 把它给拿掉 所以是实际上做这套节目 我失去了自己玩游戏的这种乐趣 好了 我们在这儿把火堆给打开 看一下 这个地方叫做雷亚 卢卡利亚南门 此处呢 有一个结界 有一个门 我们现在进不进去 我们需要一把钥匙 然后在这旁边有一个会合用的地图 我们需要用地图找到钥匙 我们打开我们的菜单 一直切换到地图那一页 会合用的地图RX键 就可以看到上面标出来了 我这里放大给观众朋友们看 否则怕看不清 然后呢 我们就要去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哪呢 就在旁边 然后我们只要过去就可以了 我们从这边出发 我们通过剪辑直接就过来了 然后定几个点 在过去的路上是有一个火堆的 因为路上也没有什么危险 我们一路跑过去就可以了 话说今天的天气是怎么了 我现在是赤膊在家里面结束 观众们有画面吗 赤膊开着风扇 然后在这呢 给观众们看一下这个点 结晶森林 而我们要拿的地图就在旁边 看这套节目呢 可能有点慢 节奏啊 不如可能我做的那套短视频 短视频的话会很快 可能像这样的一个流程 我坐下来也就是一个 两三分钟 我们就坐下来 这边有只龙 那我们不理它 只拿这一个学院灰石的钥匙 然后我们拖战 回到之前的传送点 而此时我们就可以打开 前方的这一扇门了 它是使用传送的方式 把我传送到的另一个地方 而上来之后 有一个火堆 这边呢 有一个看上去是这个样 这个东西呢 也是一个传送门 它可以把我们从这一头 传送到另外一头 我们之前上去的时候 是用风上去的 我估计啊 它在设计的时候啊 风是后加的 然后我们把火堆打开 就可以继续出发了 上去的路上呢 也没有什么 其他七七八八的东西 我们直接一路上去 四倍快进往前走 我们稍微节省点时间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呢 我们取个盾 这边有两个法师 走这些自行 没事 直接过来 开门 处决 开箱子 都是无敌的 然后我们赶快往里走 这些敌人现在打我们反弹呢 我们血手 赶快往里走 赶快走 这玩意儿啊 四个手 而且有三四只 先把火给点上 什么都不管 先把火给点上 然后我们 把两枪放开 把箱放开 好了 我们重新复活 然后把刚刚丢的卢恩啊 给他捡一下 杜鹃教堂 这里面肯定是有大型的内容 刚刚他把我算死了 死在这个地方 然后往左拐 左拐的途中会有一些 这边是一片墓地 会发现一座桥 经过桥 往右拐 因为也只能往右拐 往右拐以后 就什么都不地方不管了 都不要拐了 就直接走 有一个树 旁边有一个火把 我们从这个缝隙 直接下去 就可以拿到我们要拿的东西 卡利亚骑士的套装 私剑套 这个地方下来呢 有点什么烦呢 狗啊 会跟下来 好吧 我给你挠死掉了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走 这个是我们刚刚直接过去的 我们可以先往左边走 就是我推荐观众朋友们 走我现在的这条路线 有个东西 我们直接滚过去 可以把它挤开 然后上到这以后 直接往右 有个窗户 我们直接跳出去 从这边过来呢 狗跟不过来 这边呢 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拿一拿 因为我的主线任务 还没进行到这嘛 所以说 我没有把这里面 一路上东西都给剪干净 好了 刚刚就在那拿 然后我在这边 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玩 绕背啊啥的 好吧 这件衣服呢 我们先到外面去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拿钥匙的地方 结晶森林 我们要去拿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把坐标点往左边定 过去的路上也是一马平穿 我们就速度过去 五倍快进 在我定点的地方呢 是有一个火堆的 打开火堆之后 看一下地图 四中楼 山脚 起这些名字 老子 这个老子你也够那个 前方呢 有几个水母 红颜色的水母 之所以多开次服点啊 还是有用的 然后在这个车子旁边 旁边东西 我这个东西也没拿掉 车子旁边有一个水母盾 我们尽快脱战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盾 这个盾呢 是一个大盾 所有的属性 都要比之前的那个要好 但是他需要20的力气 此时我们的力气不够 所以没有办法释放战技 他有点有点有点难过 然后我去把我们的力气 加到了20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盾 首先他是100%的物理防御 砍一下128 砍一下128 开了技能战技之后 上去砍他 154 154 再来一下 他除了不能弹刀以外 他提升了20%的攻击力 接下来从学员门前阵出发 到这个点 过去的路上也跟观众们聊一聊 我做这个系列 面向的观众或者是受众群是谁 很多的观众都比我玩的要后面 我之所以在这边收集 是因为游戏本身没有任务系统 里面可能有一些支线 实际上在我看来 有可能只是一些小的故事 主线十分之薄弱 就跟塞尔达的主线也十分之薄弱一样 而我的理解什么是任务呢 就比如说我之前拿的衣服 拿的水母盾 那个就是任务 但是这些任务是隐藏在整个世界当中的 你需要去找到这个知道这个东西 或者是在探索的途中 那边有一个这样东西 或者是像我这样 或者是其他的up主一样 告诉你这边有个东西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任务 这也是游戏里面我们最经常做的一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你不管是刷哪个网站 刷着刷着刷着一个老头发 刷着刷着刷着一个老头发 奶奶个嘴我又要爬起来去拿这个东西 这不就是任务吗 这也不就是这个游戏的魅力所在吗 还有就是有的观众说 老蛋你这样到后面去拿东西 你可能就没有那种游玩 一点一点探索的感觉了 开放世界什么叫开放世界 就是我想去哪去哪 我只要没有用作弊器 我拿后面的东西 去把前面的主线任务打起来爽一点 弥补一点我的技术缺陷 怎么了 就是我们录主线 砍瓜切菜那些小兵 我们打起来舒服一点 可以了 然后穿上一些好的衣服 对不对 这就是我录视频的方法 或者说我游玩的感觉 好了我们到了坐标点以后 这边是一个超大的山洞 我讲的大是里面的空间比较大 我们沿着地图的最右边 一直往里走 这边我没有快进 因为想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我做这个系列的 从用户收过来的反馈 各个方面都有 我只能想把我觉得玩起来 或者是一部分玩家 喜欢这么一个玩法的流程 我按照这样的流程做出来 而不是我就在新手帧 拼命打副本 打副本 没有收获 对 我讲要的收获是我们中后期 都可以用得上的 然后我们到了这边 快出血的感觉 大概在这个点 对这样的一个点 然后继续往上走 我不知道那两个地方 能不能进来 就刚刚那两个白的地方 我没试过 我就是这么进来的 反正是可以进来 然后一直往上走 这边有一个火堆 点招之后 直接 直接从我前面这个门出去 白金村 OK 我之所以在下面把灯打开 因为这个地方很黑 我怕观众们在这边 啥都看不见 因为录像露出来以后 可能还会有色彩的损失 但是我的画面 经常看我节目的观众都知道 还是比较那个 这是技术上的问题 这是最基础的问题 什么4K HDR没做肯定是有原因的 这个游戏的HDR 颜色会鲜艳不少 这边有个敌人 现阶段我们打他比较累 的的确确比较累 还捡东西 然后呢 这边有段剧情 可以看一下 圣树秘密符节 他让我把符节交给另外一个人 但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钥匙 能够启动落得大升降机 我们之前开了一个升降机 不是那个 而现在呢 我们要打开地图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回到大赐符 回来之后 整个大赐符圆桌餐厅变了样子 稍作等待之后 有一个MTC入侵 我们不还手 这个敌人会吸血 我是想试一下 被他打死之后 大赐符会不会我们永久 如果打不过他就回不去了 测试结果是 是的 我们必须把他打掉 大赐符才会恢复正常 所以我们这次跟他刚正面 这把武器大剑应该升过几吗 我忘了 好像升过又好像 没升过 没升过 我们打他只有八十几 我们千万不要被他吸上血 吸上血以后他会恢复满血 这玩意会把我吸到他旁边 我们只要顶着盾就没事 他因为出硬直 所以不会强出招 我们打他就好了很多 我们难打的敌人 大多数都是 因为没硬直 不怕打断他的攻击 你要被他吸上血就好办 被他吸上血就好 OK 搞定 场景切换完成任务之后 大赐符会恢复正常 此时获得了一个攀附手骨 这是一把武器 然后 往左边走 这边即可获得王骸套装 换上套装 哎呀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里面无奇麻黑的 我们到外面逛一逛 你这算战术后退吗 这把武器不是我这个职业用的 可能有 有的观众啊 是用的这把武器 他双持的时候 就是左右手一边一个 单持的时候 就是一边一个 但是他的战绩 看刚刚的那个 入侵的灵魂一样的东西啊 他是可以回血的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回血 也蛮蛋疼的 不是特别好使 这就我来说 衣服们有脏巴拉机的 那好歹是个套装 我玩游戏啊 如果有套装收集 有多少观众和我一样 有这种武装收集癖的 只要有能力去拿 就想把它给拿到 对不对 不好看 不好使 然后我们收起来 耍两套 就是这样子 然后拿起来 他单手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真难看 头盔不错 看一下属性 8力 22灵巧 16感应 这游戏的风格真的蛮多的 我想很多玩的 要不然就是分远程 进程 或者是双修 或者怎么样 他还有好多其他的流派 老贼你有一套 好吧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吧 拜拜